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经济的影响 他能不能持续 他对中国财政政策的改变 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前途前景的看法 谢谢陈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 谢谢矢板先生 谢谢 陈老师 中国股市为什么突然出现狂牛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政治局不得不推出一个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我想目前中国确实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我简单的讲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房地产的危机 第二个是地方财政危机 第三个因为它都转移给银行 所以它有金融危机 第四个没有销费 所以你制造再多也没有 没有销费就是销费信心有危机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你目前的生产效力 也就是国际民退之后 基本上你的生产力 PMI你看一看它的都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说 目前它的施政 应该是有一个信心危机 大家对中共这些时间以来的施政 怎么搞得越搞越烂 所以它整个来讲 它一个经济体陷入到 我们所谓的系统性危机的边缘 目前的就是说 它原来不愿意承认通缩 现在大概是承认通缩 因为我们从这个 我们讲deflator 就是说把它调整之后的通缩来看 连续五个季度是通缩 通缩是比通膨还要严重的 所以它大概是一个 第一个就是很严重 第二个当然是说 市长有一些的怀疑 就是说 怎么这一次的演出 跟当年COVID-19是一样 那么已经到了这个极限之后 突然来一个原地大转弯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是有很多的谣传 就是什么谣传 他们看到了一些数据 不是公开的 公开数据是骗老百姓的 自己看到一些真实的数据 说他们慌了 对 应该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说 大家普遍认为 它的GDP的成长 实际上比它所愿意公布的来讲 事实上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水分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的GDP 根本就没有你讲的四点几 不要说你目标的五 那你目前的这个通缩的情况 再加上市场的其他情况 而且中国三驾马车 目前是靠出口 那出口里面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谈 外部应用 出口里面欧跟美 目前都在极力的 目前针对中国这种请销 来做一种关税的一个措施在 中国的时候很骄傲 说没关系 那我可以把东西卖到开发中国家去 这个是两件事情 你看它整体的出口比例不变 可是你出口到这种发达国家 大幅度的下来 你到这种开发中国家上来 可是上来的部分是低利的 因为那些是低收入国家 第二个你要重新去布线 你怎么样去销售你的商品 所以其实那个出口 事实上数量是对的 但是你的金额上 或者你的获利上是下来的 所以你看看三驾马车 如果都不行的话 你不紧张吗 更何况我们最近来看的话 是很明显的 这一种社会福利的这种结构之下 因为它从来不投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 所以说突然之间 你看到社会事件非常的多 那么各式各样的都有 那以至于说谣传到 说政治上面的一些的冲击 所以我们今天讲 它大概是一个 到了节骨眼上面再不走 中共的政权可能会受到威胁 当然也有谣传说 其实它也不是它本意 因为它个性 或者它的想法上 从来就不是要这样做的 一般是说原来的这些 大老元老级的这些领导人们 什么集体给它一个压力 让它不得不做一个 这种的一种逆转 可是实际上就代表一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就讲是说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确实是很危机的一个状况 而且目前讲起来 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危机 没有一样是短期的 所以它目前拉 这种短期的这种股市 基本上可能是说 就是一种短期的作用而已 它有其他的目的在 当然是说 我们大家知道拉股市 让大家要解 因为政客们就这样 如果股市好 你好像其实说我经济不错 不过各位朋友们 中国的股市从来不是 真正的老百姓 参与的那么多的 它基本上老百姓的财富 事实上是在不动产 所以它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它降息 降准 基本上有一些是为了 让不动产能够稳下来 可是这个也不足以稳定 它的不动产市场 另外就是说 它提供这些是流动性 有些企业 坦白讲 因为中国的银行体制之下 它这个年关到了是很紧的 很多的借款是年初借放出去的 年底要还 还了之后明年 理论上我再给你做这种roll over 实际上就是再借一次 因为他们是用这种银根子在控制 可是年关到了 已经到第四季了 你现在前三季都不好 第四季还不出来的话 到年底的数字会很难看 这个不只是说在企业的放款里面 实际上很老百姓 尤其是小微企业 它是靠信用卡的 那信用卡的伪约 目前看起来也很严重 光是他目前愿意承认的 就是上涨 伪约率成长了3% 各位 中国在计算呆账的时候 信用卡它是用9个M 9个月之后 它才算呆账 可是信用卡是跟 黄大夫相 信用卡是三个月之后 就是呆账了 因为信用卡的人 三个月不会还就不会还了 所以他目前可以看到说 这些的数字大概都很严重 当然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他应该是说 这一次做这个大措施 其中另外一个目的之一 就是说 我怎么样把股市拉起来 目前看得出来 股市拉起来之后 有一些的企业 包括国企在里面 或地方政府里面 他需要现金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 比较穷的省份 好像中央允许他 你可以先套现 所以前几天就有看到 那这个拉抬之后 有一些的作用在 不是说单纯的割韭菜 是说他的财政 事实上是有困难 他不能过说只靠发债 他必须要压低 债件的利率 把它压低 然后让这些国企 或者是说这个央企 可以在股市拿钱 那么这个是一个 综合性的一个作用 不过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效果 这个还要观察 因为第一个 应该是说 10月的8号 他们有个发布会 要谈到他这个财政手段 多大 我跟他讲 货币政策 基本上流动性的 拉股市的 可是他对整体的 这种市场是帮助不大 一定需要财政手段 问题是说 你财政手段 你要出来有多大 你出个一两兆 这没什么作用 因为他的负债规模太大 可是你如果要出的 大一点的规模 比如说有人建议 说10个兆 问题在 他的中央政府 没有这么多钱 他事实上 赤字是比大家所看到的 还要严重 所以他就陷入两难 必须多方去想办法筹钱 还有一个 他目前是 通货紧缩严重的话 坦白讲 以目前资产负债表的 一种萎缩的话 通说 他最后需要搞通货膨胀 把一些的债务做个处理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 一个结构性的两难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会时间比较久一点 至于说股市好 各位股市就是给那个投资人看的 那但是投资人还要看 短线的投资人可以玩一玩 进去交易下 长线的投资人 那又不一样 所以用Hedge Fund的概念来讲 或者是我们讲的一些的 美国的退休金 这种Long Term Investor 他可能不会这样做 所以说中国是 实际上国内的资金不足 想要吸引外资进到市场 可是外资要看 做短线的是可以 但是做长线的话 我想目前还不足以 让他们觉得是说 有被说服到 当然是说 短期的这种流动性 大量挹注 那么短期的股市的反弹 可能是必然的 当然我们等一下有机会 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的 关键点 实际上可能是在 它的不动产的市场 会不会有机会反来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可能它民间的动能 有两个 一个就是企业的动能 你需要检讨一下 你国进民退 你如果不改的话 民间的动能是没有的 另外一个消费信心 你要不要去做 社会安全网的改善 第三个也是结构性问题 中国到目前为止 它课税制度是有问题的 很多的个人税是没有 它只有加值税 所以你如果财政收入不足的话 你如何改善 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 零零种种的 中国现在是面临着 很多的经济上的挑战 里面很多也是结构性的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短期内这个现象 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但是股市的话 当然是可以玩一下 陈老师 我们等一下再谈财政问题 我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上任 现在12年了 实际上你看一个 比较长期的中国股市 它一直是皮靡不正的 但是2015年 曾经也有一次股市狂牛 当时也是中央政策 把整个股市炒上去 推上去 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严重的股灾 很多股民就被圈了钱 也被割了韭菜 大家跳楼的很多 这一次中央银行 中国政府又再次要把老百姓的钱 骗进了股市 然后企业是不是又会大量的发行新股 然后大量的向股市圈钱 最后这些韭菜又被割一波 你觉得这种情况会不会重复 我先解释一下 中国的股市的起起伏伏 应该讲是说国家队进去救 它例子还蛮多的 每一次拉上去之后 没有很久就下来 我们都怀疑是说 每一次拉抬股市 就是让一些权贵 能够出脱手上的持股 这个是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除了中国自己本身例子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东西都不实习之外 另外拿日本的例子来对照 你就知道 日本那时候也有一个 日本那时候有一个叫做 Price Operation 我们本来在央行里面的政策 有一些是稳定什么东西的政策 那个时候叫操作 就是稳定股价操作 所以日本的央行跟日本的财政部 都直接进去买股票 其实中国现在很类似 而且那个时间点 日本进去救股市的效果 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在担心的就是说 各位 如果说它通缩继续下去 就像我这边给大家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里面的这个通缩 不管PPI CPI 或者你看看它的价格 基本上它通缩已经很明显 照这种通缩下去的话 它是一种 我们讲这种通缩 可能是一种资产互债表的通缩 它要救 就跟日本一样 必须思考一件事情 中国的官员 他们是不是已经进入 失落了三十年 如果是失落三十年 你把日本的例子拿来看 很多都一样 因此这一次的股市旧 如果它不是长期现象的话 我想很多的这种IPO案子 还是不会上 因为既有的东西都来不及 而且这一次的融资措施里面是说 企业可以跟银行借款去做回购 对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央行的一项的原则 央行只能放还给银行做融通 怎么可以说你企业可以跟这样间接借钱 然后去做回购 为了稳定股市 因为你等于是说你的股本减少了之后 你看起来盈利率就会好 所以这里面可能人民银行做了不少的妥协 那我想我们做机构投资人在观察之下 我们大概都不会相信 第一我相信目前以为我们看的话 机构投资人都没有买单 大部分都说还要观察 只有说有一些的机构 它是非常需要中共的市场的 他讲的会认为 我们就说比较温和一点 其他的外资大概都不会这样讲 所以第一个股市涨跌目前只能做短线交易 IPO需要它长期的稳定 让我知道是说 我在这边发行新股之后会有什么作用 但是这个也有引导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股市拉得好的时候 基本上在建市场的止利率就会被压低 这个东西就很有帮助 因为很可能是说中央政府 或者是地方政府允许它发债的话 在建的止利率本身 如果这样发行 它的利息支出的成本会很高 到2023年的时候 中国的预算里面 有15%在支出利息 所以说如果你利率差一点 那就可能差很多点 所以我现在在讲是说 它这一次出台可能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要为财政政策 做一个定一个基础 股市好了 止利率压低了 我发布我的财政政策 那么这个情况怎么搭配 不过整体来讲 我是比较倾向是说 真正的IPO的案子大概很难 而且中国它目前的一个比较好的企业里面是新三样 那新三样的出口的数字 基本上还是不什么样子的量力 而且对中国的出口的贡献度大概只有5% 那回过头来讲 我们比较它的旧三样 旧三样就是说 Textile 纺织品或者是家具或者其他的 你看一看旧三样 至少它是占它出口贡献度10% 可是这里有差别 因为旧三样是第一 因为是属于劳力密集 它提供的是就业岗位 新三样是用机器人生产 那你对你的就业有什么帮助 所以你对就业基本上也是没有帮助 因此在这个激情过后 尤其有些人就想要趁机会吵一下 那么激情过后 大家回到理性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目前这股市的情况 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那么即使是财政手段出来 财政手段如果不如预期 市场说不定就跌了 那么如果财政手段过高 我们讲说来一个一年 来个十兆或十万个亿的话 很可能大家觉得说 那你财政会有困难 所以这个是一刀子下去 两边都是认 所以这个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对 张老师 我们来谈一下财政手段 那当然这个 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中国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的细节 还没有公布 那市场是有一些讨论 说这个什么两年十兆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 那这两天这个中国的国庆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又把温家宝拉出来 坐在他旁边给温家宝敬酒 那温家宝当然很有名的就是2008年 2009年有一个四兆人民币的刺激方案 不过那个时候四兆人民币是相对于30兆的GDP 但现在10兆人民币两年也就是一年5兆相对于GDP130兆 那这个力度实际上是不够的 到现在这个经济你即使两年10兆 130兆人民币的这个比例 一年5兆对130兆 实际上跟2008年的刺激的力度是差很多的 即使这样 我觉得如果这样 即使他把这个两年10兆的财政刺激方案公布出来的话 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是会失望的 我想市场是有两边的人 一个草多一个草空 所以不管他做哪一个选择 一定有人失望 那么就是说看卖单多还是买单多 我先跟大家讲中国目前的一个财政状况 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跟大家讲一下 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这个不动产里面 你看了占的比重这么高 所以我这个 这边这两个红色的八恰就告诉大家是说 目前如果你把所有的财政都少给银行 因为他银行是有系统性危机 而且他已经讲到说 目前正在评估要花多少个兆 大概是六个兆 十个兆给六个国有银行 那国有银行有问题之外 其他银行就没有问题吗 所以你看他整个金融体系里面的财政有多高 然后你再看他不动产的财政 你看这两个红色的这种柱状的 你就知道是说 目前他需要的金额是这么高 可是你再看这底下的蓝色的这两个底 一个是央行的资产 一个是他目前能够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目前的财政能力 要去支应他红色的部分 这两项的支出是远远的不足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跟大家讲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今天经济好 有财政收入的话也很好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 你把他的明目上的呆账 跟他隐藏的这个债务 你把他加总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节节上升 换句话说 他的负债是节节上升 这个事实上 中国自己愿意承认 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 是说到2023年底的时候 是GDP的289% 我们在做评估的人 我们是不太相信 只有289% 那我跟大家讲 他需要收入 这个就给大家看这个证据 你看一下 他的租税收入跟非租税收入 是年年往下滑 如果依照他目前现在的情境的话 我们都知道是说 土地的收入里面 占地方政府的收入是40% 加上土地相关的费用等等的 税金等等 大概是占地方政府收入60% 那60基本上目前是 炎炎一息 当然不是说都没有活动 但是事实上就是明显的下滑 因此他是没有能力 当然他中央政府 除了他一般议算之外 他还有所谓的基金议算 所以我把中央地方 都把它算在一起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他的赤字真的很严重 就是说我们一般只看表面的赤字 可是实际上也严重 因此我们在讲 他的赤字我们算大概有三个 我们把它通通加总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是龙顶集团做的 这个人还蛮厉害的 Logan 做起来之后 中国目前实际上的赤字 是他GDP的8% 如果今年再花几个兆 明年再花几个兆 我们这讲 马上就上去 所以这个东西 国际性质 可能就必须要去做一个 平等上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讲 这个土地是对中国很重要 因为中国没有社会安全网 所有的资产财产都在土地 如果土地一直下去 你看不到它目前回稳的话 或者是上来的话 那很现实的 老百姓不会有信心消费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问题的根源所在 因此土地问题要先解决 不过 即使说它政策出来 中央政府拿了这个钱之后 把这个不动产 稍微做个平稳 我跟大家讲 里面有一些是要把烂尾楼完工的 那么我想王老兄很清楚 烂尾楼完工就是要进入市场 那么市场的目前已经 完工的这个房子已经卖不掉 还有新的EP要进入市场 这个怎么玩 更何况中国还有一个问题 中国是这样 城乡差距很大 你如果是三四县城以后的那个房子 肯定没人要 就跟你讲烂尾楼就烂了 只有可能就是在一二县城的部分 好的点 那么还有可能卖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的 包括一些基本的限制在 所以它出售上很困难 所以我们今天讲 它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 因此我们肯定一件事情 肯定是肯定它的作为 肯定它的作为 承认它目前问题的严重 肯定它愿意去出台大的方案 包括货币政策 包括财政政策 但是各位必须要耐心 股市现在进去玩 可能稍微早了一点 我觉得我们要观察一下 而且这里面到年关 我刚刚提到 年关就是一个关 这个关过了 稳定下来才算稳定 如果这个年关 企业还不起了 个人也还不起了 那我告诉大家 年底的时候 可能破产要一堆 那这个情况就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石板先生 今年刚过的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习近平把温家宝从冷冻房里面拉出来 拉到国庆宴会的主桌 跟他坐在旁边 习近平主动频频向温家宝敬酒 那正好配合这个时间点 这个中国国内有很多关于财政刺激的讨论 什么两年十兆人民币 这个跟2008年09年温家宝四兆人民币 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你怎么看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之间习近平公开的讨好温家宝 而胡锦涛继续被冷冻 胡锦涛 大家说他可能身体不好 我们就不提胡锦涛 但是我觉得一个是温家宝 还有一个胡春华 胡春华最近 他明明就是说已经是没有任何的 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了 只是中央委员 这是中央委员 然后是一个政协副主席 然后基本上他属于废太子 一直不能让他露面的 但是最近他非常高调的去访问内蒙 而且是他过去工作的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批经济 实在玩不动的话 让这些当年就是说 怎么说呢 这些老臣们 这些等于胡锦涛时代 能够做实事的 这些习近平的干部只会吹牛 所以说一看已经没有办法 请这些老人回来向他们请议 我觉得温家宝 温家宝他在任十年 我觉得他能够真正的现在回顾起来 让人想起来 一个是影帝 到处去作秀 另外一个就是四万亿 四万亿的旧事 当然四万亿的旧事 后来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 那其实温家宝 后温家宝时代 不管是李克强 还是习近平 对那四万亿 其实都是很不以为然的 特别是习近平 基本上是和划清界线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 他突然之间 就是说在国庆狂牛 突然之间各种的 能想到的刺激经济方 全刺激经济 让人想象到当年 上海封城 全国封城之后 突然间全面开放 他是从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 完全不需要过渡期的 那么这一次 可能他觉得 是不是这个方法 能够管用 但是我其实是 完全不看好的 就是说真的经济 就跟人身体一样 就是他们说 从那个叫什么 CPU ICU直接压到KTV去 去唱歌的 这个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经济 你突然间下猛药的话 我想它的副作用 应该是更大的 就直接从这个重症病房 拉到这个去唱KTV 这个 可是 全国愿意杯割韭菜的 股民很多 那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房地产市场 那刚才 这个程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这个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公开要求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升 要解决烂尾楼的问题 同时政治局会议也说 要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 这好多目标都是相互矛盾的 那他如果真的要解决烂尾楼的问题 像程老师刚刚在说 实际上是会增加商品房的供应量的 然后他又说要严控增量 这个房地产开发商 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这里面因为有些的 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烂尾楼的部分 主要是说有些人 他这个我们讲按揭或房贷 缴了一段期间 如果你不让他完工交屋的话 会出乱子 而且很多的事件 社会不问题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当然要严控新的商品房 这个也很麻烦 就您提到的这个矛盾的地方 矛盾之处在哪里呢 矛盾之处就是说 你如果要解决地方财政 你要解决开发商问题 你要让他拿地 如果你要严控商品房的增量 那他为什么要去拿地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现象 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你的地的部分 土地出浪金 没有办法来带给地方政府的收入 地方财政无法继续下去的话 那你还是挺麻烦 那你不能是说 我老是靠中央政府的这种财政转移 我们这样讲 不管是一个兆两个兆 五个兆十个兆 问题不在金额 问题在你要干什么呢 你今天拿了十个兆 我今天直接移转给地方政府 我跟大家讲打水漂 那地方政府每一个人 那么跟穷的跟什么一样 马上进去的时候 马上填补 七岁都花不出来裁员的嘛 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十个兆 如果是要拿去刺激消费 那么你今天填补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单独给消费界一次性的消费 我们讲是说 我的安全网里面 我对老人是怎么样 对其他是怎么样 实际上安全网要做的是很多 你会做吗 我高度怀疑 至少如果要做的话 这个决策肯定不是习近平 那这个人根本就缓对了嘛 所以我们今天刚刚讲 师范提到的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看 这个肢体语言 里面是代表很多意义的 我们是经常在观察的 这个人不可能没事干 对温家宝这样敬酒 这么阿尼的方式 柯林 这个表达一件事情 我真的怀疑他目前这次的决策 不是他的主动 他应该是被动 因为是经济太差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里面的矛盾之处是有 你还是得做 但是你就必须要把细节拿出来 哪个地方我要怎么做 那我们刚刚讲是说 可能在三四五线程的 我接了基本上可能要打呆仗了 也就算了 可是呢 你如果说今天是在这个一二线程 你把它完工 烂尾楼完工了 我觉得它是可以卖得掉了 那你还去完成 那么这里面 就是涉及到体制改革里面 你要不要有一个破产制度 中国最大的毛病 这些该倒的都不让他倒 恒大很早我们就说 如果在我们这种 我们讲市场经济来讲 恒大早给他倒了 你为什么不给他倒 太多了 土地开放 你不倒的话 就是一个癌细胞 那么这边涨那边涨了 那你怎么救 你现在可麻烦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它必须要配套了 除了给钱之外 你要告诉我你这钱干什么用 你要做什么样的结构性的改革 我们刚刚才提到 是说这个住房里面 当然也有一些要改的 可是这个市场里面 这个社会安全网要改之外 还有一个 我觉得刚刚提到一个关键点 国企的效率就是差 他们的获利能力这么差 你的国际民退 把钱都分给他了 这些人养尊处优 老实讲没什么干 薪水还是很高的 不像民企 所以你的体制改革里面 你的经济的动能在哪里 你的国际民退 要不要检讨一下 或者你会有动能吗 这个你看 过去带动中国这些时间 包括温教堡时代 哪一个不是民企带动了 那你现在把民企都干掉了 包括那个 我们讲补教业者 我们讲这培训业者 包括这科技业者 你都弄掉好了 弄掉之后 那告诉你 那些国企都没有动能了 所以我们现在钱 难道拿去补贴吗 这个国企 他们已经补贴够多了 那你民企坦白讲 倒了之后要再互原设难 任何一家 各位如果你经营企业 公司倒了 人走了 你的机械设备全部都卖了 你要再重组 基本上难上加难 所以这个讲 中国一年倒了几万家的企业 怎么复苏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说 我们要知道细节 除了你表面上嘴巴讲讲说 我今天搬了多少钱 那告诉我钱要干什么 如果你只是说转移 那我就告诉大家不要期待太高 如果你今天有搭配其他的 那就很重要 另外一个他要搭配一件事情 你今天把钱给国企 你该搞这个制造 制造出来你产能过剩这么严重 产能过剩严重之后 你就拼命出口 我刚刚提到了 你的出口到发达国家里面 欧盟这几天在谈判电动车的事 美国目前国会刚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那么中国委员会提出来 要对中国更加严格的防止 他进入到美国市场来 你如果把这样看的话 他对发达国家的出口 基本上会严重的受挫 而中国目前的出口 占他的GDP的带动的力量 可能有20% 如果再受挫了的话怎么办 那就回到我刚刚跟主持人讲到 如果说没关系 我去开发中国家 开发中国家第一个没钱 你的获利差 第二个你要重新布线 然后你卖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所以这里面的种种问题 大家一定要深入去探讨 知道是说它的根源点在哪里 中国目前的这种结构性问题 已经严重到 它如果不同时搭配结构性的改革的话 其实很难真的有一个基础上的改善 那至于说你要恢复信息 我告诉大家 我的指标是什么 老百姓有信心就是说 他愿意去买新的商品房 也就是说你不要二手房 因为已经盖好了 如果说老百姓也愿意进去买新的房子的时候 等于是一寿五马 那就表示说信心恢复了 在那个之前 我们还是要多观察一下 昌老师 我们刚才你有提到的财政刺激政策 当然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说财政刺激 不能够像2008年那样钱拿出来去搞基本建设了 因为这个在中国已经是过度投资了 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福利问题 要解决全民一保 要解决养老精英 解决教育成本太高 解决事业救济 解决这个年轻人买不起房 不敢生小孩 这一些都是要把钱投到民生上面 可是有人算了一下 中国在什么一带一路 什么资源非洲 资源委内瑞拉 资源什么俄罗斯 各种各样的资源 如果把这些钱算起来 比什么两年十兆人民币都还多 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发行新债务 你只要不要在什么全世界大傻逼就可以了 我这样解释 其实我们追踪一带一路 从2012年开始讲到现在 其实它是有相当的变化 基本上我记得那时候在跟中国一些国有行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评估这些项目 他们就觉得说这些项目将来可能会有困难 实际上也遭遇的困难 所以说整个的放款来讲 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明显有调整 它目前还持续对一带一路放款的项目 都是比较战略性重要的地方 其他的一些比较落后国家的 本来一开始给了 后来也不给了 所以实际上 搞成很多烂尾国 烂尾国 好几个 所以它目前这个部分是有困难的 就是说要收 其实已经在收 所以其实大概那个部分他们有体认到 但问题在于说最大的部分 我觉得一个是军事的支出 它的去年的军事支出占预算 它是增长的大概7.2 因为它还有隐藏的 隐藏在别的地方的 所以因为它这种强国的政策之下 军事支出里面的很多的项目 确实上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你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海军了 你也是差不多世界最大的陆军了 你这个每一个船只下海跟下饺子一样 你这个中国是为了维持和平 你需要这么多艘航母吗 目前已经三艘了 计划是七艘 你需要一千个盒子弹头吗 这个事实上就是说 你必须要放弃你的野心 那个部分把你目前有限的财政的资源 做更有效的一个分配 否则的话最后情况是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一定先乱 那么其实它也会影响到军方 因为真正你今天要挑衅的话 我是说军事还是要以国家的经济做后盾 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打得快打不下去了 就是没办法持久战 所以这个里面它最后需要去做一个检讨 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不做的话 就是你看看那省的是多少钱 但是话要说回来 我们必须要去适度的怀疑 因为目前出台的 没有一项看起来是习近平喜欢的政策 而且是长久以来有意见的政策 不得不怀疑他的这个执政的基础 有没有做了一些动摇 那包括最近当然实际上也很清楚 在军方里面的人事更替的频繁 然后另外当然有一些的谣传我们就不说了 这里面都显示出来 它目前所处的事实上是一个系统性危机 我补充跟大家讲一下 它如果要救它的经济的话 除了那一带一带 国际民退之外 我们刚刚讲到这一点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它如果不去救民企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一直上升这个红线 这是企业导亏损的加速 照这种情况下去 年底会不得了 如果是到年底是数字是再更上去的话 我想这个社会的动荡 可能很难免 所以我都觉得我比较实在一点 我认为是说它目前面对的 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解释一下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 它的这个泡沫开始 我们这样看 房地产的泡沫 地方财政的泡沫 到银行的问题在 这个是属于内部的 然后你底下再看的话 你会发现一下 说我们里面还有一些是属于外部的因素 你的产能过剩 你拼命出口 可是我刚刚已经讲 你这个产能过剩出口 导致工业化国家都在缓弹之外 连发展中国家都在缓弹 你觉得可以持续多久吗 这个贸易是为什么很重要呢 如果照这种情况之下 你目前对外勉强讲述说 我大概四点几 如果说带动它经济成长的出口20% 如果再下滑的话 那它的经济会更惨 如果经济更惨的话 它的失业会更严重 失业更严重 信心更严重 如果你刚刚讲到的这些基础的结构性改革不做 停滞性通膨就来了 因为最后的结果 它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就因为债务太多 它一定要搞成通货膨胀 它没有通货膨胀在债务 不可能解决 好了 你一下子经济停止成长 一下子 等一下过两年的之后 因为你人民币高估了 你如果人民币要务实一点的话 你要让它贬持 一扁的话通货膨胀就起来 而且速度会很快 你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我这底下最后这一点讲的 社会的安定跟政治的安定 也是个问题 我觉得中共的这些元老级的领导人 目前就是在看 这样下去的话 中共的执政基础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讲 日本的例子里面 不管是Steven Fosch或其他 我们看了太多日本的经验 现实点有一点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 时间点很重要 Timing 什么时间点要出台 这些政策很重要 出台的力道很重要 出台的所要针对 要解决的内容问题是什么 也很重要 每一项都在考验 中国的执政当局 如果从现实的来讲 它没有处理好 我刚刚已经提到 我宁可说 肯定他愿意承认问题 愿意去出台措施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更多的细节 这里面已经是很关键的时刻 没有处理好 2024年转到2025年的时候 2025年中国的经济 过了农利年 会很很辛苦 对于全球经济来讲 也很辛苦 因为目前这样看的话 中国的经济不好 欧洲可能陷入通缩 然后美国一直读好 美国甚至 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这次降息两码事实上很奇怪 很可能明年会升息的话 如果明年美国升息 你再把资金拿出去 你的人民币再拎在那边 而且我们都不好意思讲 你的外汇准备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我如果是中国的这一种央行的行长 我今天一个头抱着 我真的告诉大家 睡都睡不着 因为太严重了 是 有一个严重的数据 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 年轻人失业率将近20% 本来有公布25% 后来他改了统计的定义 然后变成了18%点几 现在好了 他们想出来一个办法 鼓励全民炒股 如果全民都去炒股了 大家也就不为失业了 每个人都在网上 拼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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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也不需要找工作了 那这个股市的泡沫制造出来 可以挽救房地产的泡沫 可以挽救地方政府的财政的泡沫 可以挽救 就像你讲的 我们有一带一路的泡沫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泡沫 在中国都已经破了 现在就是靠制造一个新的泡沫 来挽救刚刚破掉的其他这些泡沫 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长期以来 全世界有其他成功过的例子吗 我觉得中国的股市概念 其实要看真的也不难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国际的机构投资人 从2023年撤出之后 基本上没有再回去的 即使说最近有少数几家 他因为在中国市场介入的比较深一点的话 需要讲一些正面的话 可是我们要想知道 就是说中国其实有两个股市 事实上不止两个 但是严格上来讲的话 上海跟深圳是一种交易 但港股是一种交易 因为港股里面基本上是中国概念股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有点背道而驰 你就知道是说它的乖离有多严重 因此大家恐怕还是观察 那么因为这个股市 只能给你一个短期 我的行动词是这样子 我今天有一个癌症的病人 到处都在病发中 那你今天刚刚讲是说 从ICU拉到唱KTV 有一个类似的概念 其实我们这一道货币政策的概念 是说我在家伙病房里面可以奠起 让你恢复生命 你还是在ICU里面 我根本觉得你还没有到KTV 你这边空空兴奋 所以这个大概是 我觉得是比较难 我觉得中国同时需要做一件事情 我刚刚提到是说 你必须要对内的是一件事情 对外的是一件事情 对外我刚刚讲 除了你目前我们讲 闽南也常常说是耀武扬威的事的 这种展示你的实力 你要收敛 这个战狼外交在世界都得到的是反弹 如果今天美国的选举不是说你所想要的那一个的话 这个贸易战会更严重 对中国的这种反弹更严重 你的经济会更差 那你如果说今天你要让外资信物 因为我们大家搞经济的人 大家都知道基本面在哪里 如果你能够对基本面开始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我们就会认为是中国有长期成长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就愿意在 我跟大家讲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没有正面的迹象 其实从最近在拿地的现象来看的话 其实看到已经快要接近底部了 我们讲的是至少是一二线程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因为你想想看中国人口这么多 那么一二线程里面的刚性需求还是在 或者人家想换房子的 并不是都没有 因此需要的是说 我们要看到中国政府稳定的给我们一个全盘性的 有一种包括配套的结构性改革的方案 让我们对中国有信心 当然刚刚石板提到一件事情 这里面我们就很难相信 对习近平先生的政策有信心 所以最终一点 如果你今天要整个倒过来 我觉得象征性的意思是说 中国领导班只要告诉我 是谁在当家 谁在做决策 你决策是当真的 还是来糊弄我们的 我们不知道 是 石板先生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外资 FDI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态度 因为一方面最近 在中国 很多攻击日本人的事件 造成了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就有很多爆出来日本企业撤资的状况 实际上现在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日本企业 很多外国企业 台资也是 美资也是 欧资也是 都有这种担心自己员工的安全 然后担心触犯各种各样的国安法 间谍法 各种法律 然后有开始撤资的这种状况 就你对日本的这个撤资的状况的理解 日本企业会因为中国政府把股市炒出一个狂牛来 就不撤资了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最近这日本媒体纷纷在 从中国撤资特集 其实从几年前就开始撤 但是人民币这个钱不容易拿出来 所以很多人在那里 但是最近就是出了几件事情 有一个是一个日本的制药厂的 很大的制药厂的一个中国的高管 就中国的董事长 然后以间谍罪被抓了 那你如果间谍罪被抓的话 你要给一个解释 就是他是哪年哪月哪日 受哪个机关的委托 偷了哪些情报 完全没有 就是间谍 然后日本人吓坏了 那我是不是间谍 没那么想 这个定义不明 然后苏州的小孩子被袭击 然后这个深圳的小孩子被杀 这两个事情的话 你起码还告诉我动机 犯人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被杀 这样大家才明白 也不告诉你 就是个案 然后不要政治化 你要冷静理性 然后一个加害防殉职被害防 这个让日方觉得没办法待了 所以日本很多企业 我就撤了 最后我钱也不要了 我们就是说拿不出去就拿不出去 至少家属现在全部往外撤 现在很多人是要求日本政府说 我们家属 让日本政府提高对中国的 就是往中国旅游的危险程度 然后让日本政府出面 跟企业说你要把家人 至少家人撤出来 因为自己跟企业谈不好谈 所以说现在日本的很多员工 是给政府这个压力 而且就是往回撤的话 钱是不是要政府要负担一番 因为这属于战争撤侨 是同样的概念 这种情况你股市升的越高 而且股市也是 你找不到理由 如果说你经济看好 所有数字都看涨的时候 股市上升 大家敢投资 所有事情发生事情 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所以大家越想越害怕 我觉得这个撤退 是日本只是先头而已 我想各国的企业 都是要往外撤的 对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陈教授 来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分析中国现在的股市狂牛 这个事情我们要持续观察 看看股市狂牛还能够跑多久 这个狂到多大的程度 然后什么时候破灭 这个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 我们来持续观察这件事情 谢谢陈教授的时间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